这里拿中,国前朝政府借的钱来说,1917年,沙俄的钱就不用还了,1918年,德国和奥匈的钱就不用还了,1939年,德国的钱再一次不用还了,此外还有日本的钱,事实上那个乱世的国民政府也开始赖账了,看上去很占便宜,其实不然,他们深知当时的清政府,北洋政府,国民政府,无力长海,在借款的时候大多盐税,关税等政府主要财政收入,作为担保并变相的成为了外国银, 情团控制了当时的中国,海关和延务等税收手段,在他们掌控了这样经济命脉之后,他们一方面享受住这些海款,一方面也不结责而鱼,因为,他们可能比民国政府更清楚海债的能力,本来就是不平等条约里的欺负人东西,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明确说不赔了,朝鲜半岛,又把这些所谓的债主给捶得头破血流,再赔不可能的外债引发海,湾战争伊拉克打了八年两一战争,欠了大量的外战,除了美苏等国的军火债, 还有300多亿美元起,他阿拉伯国家的贷款,其中140亿美元是科雷特的贷款,大达姆就动了歪点子,你们国家那么弱小,还挨住我们,如果把你吞并了,变成我的一个省的话,我见得,这140亿美元不就不用海老摩,当然这只是科雷特战争的原因之一,后来联合国一看,这还有王法摩,授权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,伊拉克军队被伊顿抗揍,又灰溜溜的撤回去了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